自特朗普专题上台以来 美国的太空计划就得到了层层加持 为了赶在自己可能的第二任期内让美国人重返月球 特朗普上月又宣布每年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加参16亿美元预算 不过 即便是以笔原计划提早了整整四年的登月任务 似乎也无法满足特朗普的野心 他昨天7日在推特上喊话称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NASA不应该讨论登月 我们50年前就做到了 他们应该专注于我们正在做的更大的事情 包括火星 国防和科学 先不说此番表态背后的意图 这条推文中的一个表述首先让人看不懂了 他在火星后面补充了半句 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月球是火星的一部分 特朗普的反对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纷纷给他科普尝试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甚至在一个推特账户上发布了官方声明 月球不是火星的一部分 感受一下美国网民的群潮 特朗普想表达的意思很可能是探月计划是火星探索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新闻网站Vox报道指出 特朗普很可能指的是NASA以可持续的方式在月球上和周围建立资源的计划 换句话说 无论美国人为月球任务建造什么 都应该服务于未来的火星任务 这个计划也是一直存在的 即在月球周围建立一个更永久的人类前哨战 这样就能更好地位更漫长 更艰难的火星旅程做准备 NASA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Jim Brinstein 则回应表示 正如总统所言 NASA正在利用月球把人类送上火星 至于特朗普为什么会发布这段令人困惑的文字 美国知名媒体人马修格词 Matthew Gertz称 有可能是他看了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一个节目片段 福克斯商业频道节目视频截图根据格词的说法 7日当天下午12点26分左右 福克斯主播尼尔卡夫托 Neo Cavio在节目中提到 NASA正在重新关注月球 准备进行下一次探索 但我们不是在几十年前就登过月了吗 一个多小时以后 特朗普就发了上面那条推特 提前登月向市迎和政治上的最后期限上月13日 特朗普对美国的太空计划做出了最新一部指示 称在我的领导下 我们正在让NASA再次变得伟大 并且我们将重返月球 然后是火星 我正在更新预算 包括给NASA1比16亿美元的经费 这样我们就能够重磅回归太空了 当天晚些时候 NASA发布公告确认了特朗普的说法 表示要将2020财年的预算在210亿美元基础上 再追加16亿美元 已在2024年前将首个美国女性和一名美国男性送上月球 并在2028年前寻求在月球上的持续性存在 Sustain Presence 该机构认为 这笔额外的资金能够加速美国重返月球 是这个大胆目标的首富 NASA局长布里登斯廷当天还透露 2024年的双人登月计划被命名为阿尔推弥斯任务 Artemis Missions 上世纪60至70年代 美国的一系列登月行动以阿波罗计划 Project Apollo灌名 最后一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是在1972年的阿波罗17号任务中 阿波罗17号在人登月任务 据布里登斯廷介绍 在希腊神话中 女神阿尔推弥斯是阿波罗的姐姐 之所以以她命名下一次登月任务 是因为将首次由女性登上月球 对于特朗普政府雄心勃勃的计划 前NAS首席历史学家罗杰劳尼斯 Roger Longius立马泼了一盆冷水 对于他们想要做的事来说 那部分首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此前有美媒爆料称 NAS曾通知白宫 如果要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实现登月 该机构每年需要多出80亿美元的经费 另一方面 2024年登月在美国国会内引起了严重关切 这比原来的时间表早了四年 而且 追加的预算到底能不能落实 还是由国会说了算 中医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何塞塞拉诺 Jose Serrano曾经指出 NAS计划在2020年首次发射空间 发射系统SLS运载火箭 2024年登月 这两个时间点像是为了政治上的最后期限而定 在3月27日的一场听证会上 塞拉诺表现的更倾向于NASA原本的时间线 即2028年在登月 他当时直接对NASA局长说 在许多人看来 你们将正在进行的事情加速 是为了在2020年11月即将发生的事情 指总统大选前几个月里 让这个国家兴奋起来 不难看出 如果特朗普2020年获得连任 那么美国重登月球的功绩将在他下一个任期内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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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